通常我們覺得較乾的酒 其實配燒鵝是很好的 上一集跟大家說過 為何燒鵝左臂會好吃 現在還上癮了 但如果有些朋友吃燒鵝肥 好像不夠Chill 小姐你好 如果用紅酒配燒鵝 你覺得怎樣 你是不是有賣意大利紅酒 還是Tony 是啊 你好 原來根據非正式統計 我們意大利的紅酒配中菜 是一個Best Match 有沒有試過 沒有 多數都是配牛扒 是啊 我們今天試試 好 我先倒酒給你 好 好 通常喝紅酒的朋友 都會說 喜歡 有兩種口味的 最簡單就是Fruity和Dry 我們試試品嘗的紅酒 好嗎 好 Cheers 我們喝的時候 記得大口 然後含兩至三秒 才吞下去 是不是要拎一下它 對,拎一下口 都不喜歡口味 喜歡 我想我這款應該是Dry 喜歡Dry 是嗎 尋不到有任何甜的味道 對,沒錯 其實 所謂Fruity就是果味 就是甜的酒 Dry 意思就是不甜 很簡單 這款比較Dry 通常我們覺得Dry 這款酒 其實配燒鵝是很好的 因為燒鵝 它的肉的味道比較濃 皮脆 也有油分 如果配上這款酒的時間 就會有一種第三層次的酒 不如試試吃東西加飲酒 那我應該是飲酒先吃 還是吃了先吃 這是一個千古奇案 很多人都問過 不如你猜一下 是飲酒先還是吃東西 我想應該是飲酒先吃 不適合 不適合 即是吃了先喝 但也不適合 很奇怪 其實很有趣 其實我們最正確做法是甚麼 就是我冷起一塊肉 然後咬了兩口 但不要吞 然後那個時間就放些酒下去 即是嘴裡一起 沒錯 試一試 一、二、咬了兩口 不要吞 那就喝酒 是否很特別 酒的味道又不同了 是的 是的 那我也介紹這酒 這酒是一種來自我們意大利北部的酒 在Vernetto這個地區 很近威尼斯 它用了一個單品提子 叫做Carbonnetsofion 中文我們叫做赤瓦珠 其實很多國家都有這一種提子 但我們意大利北部來講 因為天氣比較冷 我們近阿爾比斯山那邊 那個氣候各樣東西 那個提子種出來的味道 跟其他國家會有些不同 是 希望你喜歡這個口味 那其實今天除了燒鵝 我們都會試一下配這個叉燒 是 因為叉燒和燒鵝味道有些不同 叉燒相對甜 還有它那個醬汁會多些 那我就會用一種相對我們叫做Fruity的酒去配 我們又試一下 是 我這個要先喝完 好 現在倒這酒 很可愛 嗯 那其實品酒呢 我們有三個模式 第一就是看顏色 第二就是聞 第三才是喝的 那看顏色來講 我們會怎樣看呢 其實會放在一些白色的東西前面 剛剛的桌子是白色 我們這樣看是最好的 那看顏色 其實顏色代表什麼呢 顏色代表不同提子的顏色 就跟濃度是沒有關係 有些人說 咦 淡色一點 是不是酒沒有那麼濃呢 就沒有關係 哦 我真的想用 新色一點 沒有關係 沒有關係 當然 有些酒的酒靈比較久 可能去到零幾年 甚至二千年之前 那些呢 顏色會偏淡一點 因為放得久 哦 反而是越來越淡 都越來越淡 有些很舊很舊的酒 我見過是差不多去到透明的就吃的 反而是這樣的 就是我完全相反 相反 相反 OK OK 沒關係 那第二步就聞 我們嘗嘗聞一下香味 聞到其實這個 很香一些果味 Cherry 一些紅果的味道 是不是 都舒服的聞 那第三步我們就只喝了 那我們就嘗嘗一口叉燒 好 是啊 來 來 記住不要吞了 那我們就可以 Cheers 嗯 是不是 給我剛才的酒 相對的甜度 這個是很合適的叉燒 很合適的叉燒 大家都甜甜的 對 那個體驗就會是這樣的 嗯 其實有時三五之幾 可能 叫個燒鵝 或者叉燒 一班人分享的時間 再開一枝美酒 其實是一個很好的體驗 亦都很Chill 因為真的 平時喝紅酒 比較西方的酒 我們都會想吃一些 比較西式的東西 對 沒錯 芝士 牛排 但是這次又學到東西 這是新的體驗 對 新的體驗 對 新的體驗 因為其實 大家香港都很喜歡吃燒味 對 所以我覺得這樣配搭是挺不錯的 嗯 好的 都知道大家現在因為疫情 都可能比較多 在家裡吃飯 其實奇哥的燒鵝 和他的叉燒是超級好吃的 所以大家可以經過一些APP 去外賣回家吃 和配上Tony的紅酒 那就沒有消失了 是啊 其實今天我兩瓶酒 都是阿灣200元左右 錄製之後 每1000元可以送貨 所以其實很方便 現在的朋友 可以在網上一按 就已經送到回家了 三個月 都已經送到去 到這個地方 都給了他 把老師給他 我們很方便 聽到 想請 我們不要 就